中国抗议四起台股怎么看 各股表现再喷一波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文物 我是婉伦 我是李欧 老师我们现在看到了中国抗议四起 那接下来台股该怎么看呢 好的台股股市真的非常的强劲 我们知道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全面的反黑 而且这个鹰派的言论 把整个美股下得往下大跌 但是我们看到台股市怎么开盘小低之后 我们好像又往上拉起来呢 为什么 而且昨天台北股市也是大跌的 跌221点 在军工概念股 以及我们航运族群带动下面 其实今天汽车族群也有涨势 那今天的盘要这么借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台北股市今天会大涨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对岸的股市大涨 对岸的股市是什么大涨呢 就是因为下午三点 传出一个新的新闻发布会 有可能会放宽中国的防疫措施 因为最近这个A市值的活动 抗疫活动市起 所以搞不好可能会借由下午发布会 顺势的放宽防疫的一个措施 所以就带动了整个台北股市 开小低之后一路往上做一个走高 而且期货部分涨势非常的强劲 而且我们看到陆港股 尤其是恒生国企大涨 你看恒指跟国企都大涨超过4% 5% 所以你看到日本股市它是小跌 韩国股市只有小涨0.24%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其实上市上跪 其实差异很大 上市是大涨 但是上跪是小跌 代表说中小型股其实是比较弱势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部分 大盘这波反弹上来涨多少 已经涨超过2000点了 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整个大盘反弹 0.382黄金切割率的位置 大概是14917点 所以短线上我们的观察 指数的部分空间是相对有限的 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张图 就是KT指标或MAC指标怎么样 出现恶度的底部背离 它只是要反弹 它反弹这么多之后 你说指数还会大幅度的上涨 这个好像有点比较困难一点点 可是我们看到 现在已经11月底了 马上就要公布11月份营收 在12月初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业绩好的有获利的 它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的个股表现往上走高的一个动作 特别是当景气不好 那边业绩上的时候 它业绩特别好 你一眼马上就会注意到它 所以12月份营收 如果它能够创历史高的好公司 你就把它抓出来特别注意 至于最近很多股票涨翻了 是 不太敢买的股票 就是涨气氛还是涨题材 它就是涨气氛 它也是涨题材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获利 它明年的获利 不会比今年好 或者是差不多而已 可是很多人去买 成交量周转率都抱得非常大 例如这个军工概念股 或者说像这个玉龙汽车 诶 123季他没有赚钱 是 今天一度冲浪快涨题 尾盘的时候 哇 直接往下杀下 如果冲进去买就被割韭菜了 你知道它成交量多少 今天成交是14万张 它的半年均量平均才13000张 今天成交量 放大多少 10倍以上 前三季是赔1.98 之前我们也有买它 结果卖太早你知道吗 后面喷翻了 如果有等到昨天 对啊 但是你看其实很难预料 因为它这个 我们就是看这个个股的获利 跟奇效表现 来决定说这家公司好跟不好 问题是它没有什么获利 而且明年它能赚这么多钱 能够支撑它的股价 其实也未必 对毕竟股价是反映 股价反映未来 还有获利 基本面 包含像这个雷虎也是一样 雷虎今天冲高之后 又往下走低 军工股 人家说选后军工股不会涨 结果选后之后军工股 还是继续涨 好你看一下雷虎 雷虎在选前 我们跟大家讲说 这个有点量价背离 可是量价背离 它已经涨到49块了 虽然它有回来 可是你看礼拜一礼拜二 这两天都出现一个 比较强势的走法 好那当然今天出现一个长散影线 前三季才赚0.09 结果它股价已经从 这个20块涨到40块 也翻倍了 大家觉得说哇 这股票怎么涨那么多 但是你不要因为这股票 没赚钱 涨题材 你就去放空它 这样是不行的 会被修理 有可能被嘎爆你知道吗 不然像合成 你要做马桶 防弹背心 马桶是它的主页 或者是这个 我们看到浴缸的部分 可是有人说 这个做防弹背心 甚至于做云豹甲车 什么防弹盔甲 但重点是 它的营收这一部分 我相信好 如果真的有 这部分营收 占它整个公司的 获利的比例一定很小 那明年这一部分 可能占的比例 也还是相对比较低 不是它的主页 可是它的股价 喷这样子 前三季赚0.43 但你也不能去放空它 因为它也还有可能 因为这个短线上的气势很强 因为目前整个盘面上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军工概念 它就是往上走高 所以我们只能尊重它 你不买没关系 那你也不要放空它 好我们帮我一下 驾驭西服 这些人开玩笑说 这个是不是做防弹背心 防弹西装 结果你看 它就跟这个玉龙集团一起 集团股做账 前三季赚0.32 可是你看股价 近期两根三根这样子 超级无敌强 涨50%以上 但成交量 你看成交量就知道有多夸张 它的平常成交量只有五六百张 今天成交多少 两万五千张 你看这周转率有多精神 当冲很大 所以我想类似像这样的标的 这个就是短线 如果你真的敢抢 你可以去进场做一个当冲 或者是隔日虫都OK 但是你要散设停顺停利 但至于我们的逻辑 我们在操作上 我们是比较偏向这个基本面 看个股它必须要有业绩 而且第十季比第三季好 然后明年又比今年更好的公司 比如说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台湾有风王 对台湾有风王 茂顺全球前五大 前三季赚多少 5.6元 今年估计赚8块钱 那股价 总是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很温吞很慢 好那你仔细观察一下 2014年 当年度它赚6.32元 可是你看2014年 前面那个高点最高多少 股价来到152块 2014赚6.32元 可是今年估计赚8块钱 是不是比2014年来的更高 可是现在股价多少 才110.5 换句话说 假设这个盘 是一个理性的盘 正常的盘 其实现在股价应该要超过 152元才对 因为今年获利已经超越 2014年当时的6.32 所以我想在接下来 这个盘式 如果开始从这个投机的 或者说这个 比较 长题材 长气氛 这些股票 开始回到 这种基本面的 我想像这样子的标的 其实一定会有 它表现的空间的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 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谢谢Leo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 Leo的LineA跟Telegram 财经继续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都 就有一档最新演员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